让股市财富轻松流进你的口袋 金融曼哈顿 冉慧茨分析师带你掌握投资脉动 欢迎收听金融曼哈顿 本节目由News98与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共同直播 大华国际投雇102年尽管投雇薪资第005号 欢迎收听金融曼哈顿 我是主持人Alan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股女王冉慧茨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师昨天的大事就是苹果凌晨举行开发大会 对 那推出了非常多的商品 那因为我去睡了我就没有看嘛 对 那我醒来看的时候发现 诶 怎么苹果的股价到最后一节的时候突然往下掉 看这个流程好像就是他推出那个最期待的ARMR眼镜的时候 一公布价格然后股价就掉下去了 其实本来价格他也没有预期会多好啊 是 你知道吗 对啊 但是就是说就是说 嗯 其实又是一窍门啊 就是说其实以前每次苹果的大会 他都是谁啊你知道 都是在那个开之前先涨 对 那因为开之前是要大家就先预期有利多嘛 期待期待 对 然后所以都是涨在前面 然后出来之后就变成 你除非是比预期的更好 那如果 如果跟预期一样的话就很容易会利多出镜 哦 以前每次都这样子啊 为什么 因为他出来之后你的那个就是利多他其实前面就先反应嘛 但是你要实现的话通常都还有一段时间 因为苹果他通常不是说我今天发表这个我今天明天就开始出货 他要明年耶 对他这个时间更久 以前都有的还快一点说我现在发表我可能第三季尾第四季就出货 九月就可以拿到新手机 对 但是现在的话现在这个他又更久一点 所以以前的话就是像这种苹果的这种大会 就是第一个他就是在开之前先涨 然后开的时候就看第一个 你你大概就是要比预期来的更好啦 比预期来的更好他才会积蓄冲 那如果是符合预期 一般来说只要符合预期大概就修起了 大家都是买在前面啊 然后等到出来后看看说啊大家都知道了 这就是亮相了就利多出镜 所以的话 这也是苹果的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头盔 然后其实蛮好看的 对啊 他比那个之前想象图漂亮很多 以前看起来都超像挖镜的 对啊 现在是越来越进化 不苹果本来就是有这个优点啊 工业设计 对 他做的东西都蛮漂亮的啊 你看他他那个对啊 他那个桌机也是嘛 他那个也是人家桌机长不丑 他就是可以设计的不错 没错 但是他长相啦 所以漂亮是很漂亮 但是就其实做起来是真蛮贵的 对 而且像笔电的部分 因为Alan也是一个资深果粉 其实现在效能都过剩啊 除非说我们要去剪那种8K的影视 不然其实一般使用都够了 对 现在笔电真的效能是有点过剩 所以他就是用人兔晶片 就速度快了 速度变快 但是量底也没有很多啦 所以的话就是 今天当然就会离多处境 那我觉得相关股票 大概就是要慢一点了啦 因为短线商已经先反应过了嘛 那反应过之后你就要等到他 正式就是接近出货的时候 大概要到 我觉得可能没这么快 因为他明年才出货嘛 是 那明年出货的话 你快一点可能也是要到 第三季后段吧 快一点的话啦 如果说领先三到六个月来看 大概也是要到那里 所以的话 今年有其实股票 有没有选对 还真的差很多 所以说真的 听众朋友 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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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现在要讲 Special的股票了 尤其今天凭概股 好像有一点点黯然失色 对啊 但是我们的吃喝玩乐概念股 哎呀又涨停啦 对啊 今天非常非常强 对啊 今天 哦 我觉得是今天是一个接一个喷涨停板 天啊 而且你看都 其实都有买点 而且都锁死 对啊 都锁得 我完全是不会打开 而且是 这个是十点出头 凤毛就给你锁住了 没错 对不对 早上开盘的时候 今天 今天有平盘 对啊 你看今天其实早上的时候 那时候你都是 都还有买点的哦 对不对 然后你看今天的话 就开盘的时候 他开盘其实也才张五毛 然后还到平盘附近一下 然后之后就开始一波一波一波上去 结果到今天这个时候呢 没有十点了 九点多就涨停锁住了 九点半多就锁死了 一百块的股票锁一万张 大家都想冲进去买 对啊 但是现在排队排不到 排不到 对啊 就跟护照一样 哎呦 所以昨天我们都 我们都暗示给大家很清楚 真的 对不对 你看那个护照排不到怎么办 他就是排股票 就先买股票 大家都在排股票了 对啊 号码牌 老师我看到那个号码牌 如果真的有排一万张的 我就不会去抽 哈哈哈 因为你一定不会有啊 对啊 那个显示也没这么多 对啊 但是这个 但是 但是你看其实就是 其实你从生活里面 就可以看到很多 你就可以发现那个机会在哪里 对不对 你看什么东西在排队 什么东西供不依求 有没有 就像前几年的时候 那个那个货归在排队 啊 他把那个简直涨到翻过去 是啊 对不对 你也不用预设立场 他那一涨就几十倍很可怕 对啊 那你看现在 现在这个 排护照要排队 然后 哎 对啊 就像排这么久 哎 你去排了没 我放弃了 你完全放弃了哦 老师你让我说有道理 之前在排口罩的时候 概念股真的也是往上走 但也是长到 而且都不是长短的 都长很大一段 真的很大一段 然后一直长到 他这个整个供需结束 这样子 那你看现在的话 这个旅行车是非常非常强 而且现在大家很多人 就是 这个 其实现在就空手多 然后其实空单也不少 而且那个空单就 大家还是不要乱空 你知道吗 我们帮空军弟兄 莫哀三秒钟 一二三 好 好 对啊 你看他们这个 哦 这个旅行社有好几个 空单都蛮多的耶 你看像是凤凰 那个卷之笔也 已经拉到三十几%了 哦 拉很高 然后还有那个 三副啊 哦 三副更高 三副拉到五十几%了 三副已经也创新高 老师我觉得是不是 就是传统的投资人 他的心态还没有改过来 对 因为大家都 通常就一开始的时候 不太了解 然后就不认同 那不认同的时候 那就涨上去之后就觉得 我就不相信你这么会涨 就真的就这么会涨 对 然后这个 一到就一路下 券这样一直拉上去 是啊 所以这个其实都还要在嘎空 那 他们当然这一组里面 还有一些还在关门的 这个 三副现在还在分盘中嘛 然后 五福 五福也还在分盘中 但是两个都创新高了 这都是老师的好朋友 而且都是当初有买进又很漂亮的出场的股票哦 对啊 然后出场之后的话 我们后来这个凤凰也非常非常强 你看凤凰今天的话是不是又继续拉长停板 老师我最近在看那个NBA比赛啊 只要是精彩进球都会重播 我还记得老师那天平盘又加码 哇这个应该也是要再重播几次 对啊 这个应该是 哦对啊 因为你看他起个买点啊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 呃第一次进场之后 其实我们就都公开讲了 是 那公开讲之后 然后中间还有买点 今天早上其实早上也有买点 你看这样子 欸才几天而已耶 对不对 五天耶 五天里面第一天是拉长停 第二天是 呃 涨了半更多 收盘的时候是涨了差不多3%左右 嗯 然后第三天又涨7%多 哦 然后昨天稍稍震荡一下下 对不对 昨天点1% 哦 今天哦 就再来一根长停板 然后今天你看 现在已经走到118块亮灯 长停板了 而且各位听众朋友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啊这个旅行社啊 股价什么炒作啊等等 其实你们只要注意去看财报 它的YOY就是年增 它是非常惊人的 动辄五百一千 然后那个都是 一千六百五十五%的那个年增率 这真的很恐怖 这都是真金白银去买 机票买旅行社 对而且而且重点是现在旺季 其实还没来 老师其实我现在超想出国的 真的吗 你如果出国会想去哪里 哦北欧啊 或者那种比较贵的欧洲啊 之类的啊 哦那个对啊 那个 那个其实大家真的也是闷很久 而且现在欧洲其实也很热 你知道吗 就是说除了台湾之外啦 其他人去欧洲就都很强 所以因为你看欧洲那精品都大复活 哦是 对不对 就很多人去去那个 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没有那个疫情的问题了嘛 是 然后再加上说 哦真的是 你看大家这三年来都没出国 简直就闷死了 对啊就是忍那么久啊 就不去进的 要去就是花一个痛快 对啊就花一个痛快 而且有些人的话就打算明年要来个两次三次的 哈哈哈 真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以前可能一年去一次 那些三年没去就打算一年给他三次吧 没错 全部把它玩回来 对啊老师我护照都等了两个礼拜了 我出国怎么能只去五天 对啊你好不容易才办好 没错 而且现在 因为既然第三季就进入旺季 是 而且现在他其实都会在扩散 现在其实一看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大家先跑进程的 就是说日本啊韩国啊这些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一直往外面扩 就是欧洲哇拉这些 然后所以他团票那个团费其实也都在找 所以因为疫情期间其实重整过啦 就有很多人退出了 然后你可以跟这个航空公司啊 或者跟饭店维持好关系的 就变得有点大者堵大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小布隆东的 你其实当时就可能就已经办出局了 是 所以他现在拿不到什么太多优势 对所以你反过来看像 像旅行社像凤凰他们就很强 对不对 然后你看每一档都是轮流在创新高 而且现在他们市值也是在比价 因为你看像凤凰市值就是好像凶狮的一半都不到吧 他们其实古本都是属于那种小古本 然后高这个高成长的 各位听众朋友 Alan又要来帮各位听众朋友当注释了 就是其实老师都会提到就是说 他本身只要他的市值没有很高 但是他的营收很大 那他其实他的涨幅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对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因为小古本是什么意思 小古本就是你获利 你获利 营收只要多一点获利只要多一点 那贡献就很大 对就像你看那个三富是不是 三富是第一个获利先冲上来的嘛 对不对 你看三富他是不是他这个营收就是成长非常多 你看他的营收成长这个去年 去年第三季的时候就两亿多 然后第四季变五亿多 第一季变七亿多 你看就是二五七这样跳 然后那现在的话他三月份一个月就就快要第一季的一半了 四月份就快第一季一半 然后五月五月又开始在往上嘛 然后接下来第三季又进入旺季 你看那获利就翻很快 那获利速度就是就是直接用跳的 对 那他的获利就是跳非常快啊 你看那获利数字就是一口气就是直接 从本来是水平附近一口气就一季赚一两块钱 各位听众朋友发挥你的想象力 到暑假的时候 您觉得松山机场桃园机场会排多少人 股价就值多少啦 对啊 所以的话呢 本来就非常非常强哦 所以话还是要先这个跟大家说 其实今年你就是锁定新东西就对了 没错 就是说供需在逆转的产业 然后有新的需求出来的产业 对不对 然后新的需求新的爆发力的 所以现在要先恭喜大家 今天凤凰就继续亮灯长停摆 然后继续创新高 老师我们先进广告一下马上回来 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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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